好的,那我来读。 如何写论文五分钟系列讲座? 二十二,如何高效地用图表来展示数据? 大家好,欢迎来到Dogled的五分钟系列讲座。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在论文的结果部分, 如何高效地用图表来展示数据? 这里高效的意思就是图表的设计要让读者能够尽快地抓到重点。 以前我们说过,论文中结果部分的写法是一个说明文的写法。 对于说明文来说,清晰是第一原刀。 清晰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能够省时省力地抓到重点。 为了做好清晰,在结果部分展示数据一定要在结果部分展示数据, 一要有合理的顺序,二要主次分明,三要想略得当。 结果的顺序可以分为大顺序和小顺序。 我说的大顺序是指大的标题或者段落之间的顺序。 结果的大顺序一般应该对应于实验目标或实验方法的顺序。 逐一叙述相应产出的结果,在这里使用读者已经熟悉的结构顺序, 会让你的论文更具有可读性。 这是大顺序,而在同一个实验目标下, 由同一个方法所得出的结果中的小顺序, 也就是在每一个大标题上, 或者段落的内部顺序, 则应该遵循先总后分先主后次的顺序, 也就是先大局后细节, 从最重要的结果到最不重要的结果叙事顺序。 要做到主次分明, 狭略独当。 有一个窍盘, 就是我们一定要能够区分核心数据和辅助数据。 所谓核心数据, 就是那些对支持我们在论文的结论中的论点有关键作用的数据, 是那些值得写在论文中的结论或摘要中的数据。 其他的数据属于辅助数据。 辅助数据一般起衬托核心数据或者解释核心数据的来历作用。 核心数据要少而精, 最好的情况是我们每一条能够支持论点的关键结果, 能够被高度概括凝结到一到两个核心数据上。 比如, 如果我们的论点之一是比较两个变量, 那么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差距百分比可能就是一个核心数据。 如果我们的论点之一是研究两个变量之间的关键, 那么可觉系数、相关系数可能就是一个核心数据。 如果我们要研究的是一个变量, 对另外一个变量的影响, 那么批值显著性概率方法可能就是一个核心数。 在数据的展示中, 我们要力求做到第一, 要有能够高度概括论点的核心数据, 并且在图表的设计中突出核心数据。 第二, 要保证每一个核心数据都是可追溯的, 让读者能够知道你的核心数据是如何得到的。 这也是图表中辅助数据的主要作用之一, 在辅助数据比较少的时候, 如果用三五句话就能够说清楚核心数据, 这时只用文字就可以, 不需要用图表。 在辅助数据比较多的时候, 就需要用图表来展示数据, 一般应该优先考虑用图, 因为图是数据的视觉化呈现, 图的表现力一般比表要强, 精良的图形设计会让你的论分增速很多。 一般我们只有在辅助数据的数值很重要时, 尤其是在辅助数据的数值, 对于解释核心数据的来历很重要时, 采用表图, 采用表图表设计的原则是一定要图出核心数据的特征, 适当地选用辅助数据来衬托核心数据, 同时尽量减少无关的数据, 以避免无关数据造成干扰, 尤其要避免核心数据被大量不必要的数据所淹没。 先说图, 图的形式的选择一般取决于核心数据的类型和特征, 常见的数据类型有三种, 比较、趋势和构成。 一般来说比较不同项时, 多用条形图或柱形图强调趋势时多用现状图展现各部分的构成比例时, 就用柱形图图。 此外在展现双变量或多变量的复杂关系时, 还可以用点图, 有时为了图出关键数据, 可以在图中带标记前标出关键数据的数值。 再说表, 表示天然, 表示天然的二维结构, 通常包括至少两组变量, 往往会有字变量和音变量的区分。 一般我们要把字变量放在行标题里, 把音变量放在列标题里, 一般我们要把字变量放在行标题里, 把音变量放在列标题里, 有多个字变量时, 可能需要设计复杂的表格, 但是如果你不是设计复杂表格的专家, 用多个简单的表格来代替一个复杂的表格, 也许是更好的选择。 如果多个表格说明的都是同一现象, 则容易造成表格的重复和成语, 这时可以只选用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表格, 此外, 如果你将同一变量放进多个表格中, 它们在每个表格中的位置最好保持一致, 都在行标题或者都在列标题里, 这样可以增加表格的可读性。 内面证的图表一方面应该尽量的精洁, 所包括的数据做到简洁明快, 另一方面对所包括的所有数据都应该有独立完整的注视, 让图表具有自明性, 也就是让读者无需参照正反, 也能够迅速地理解图表所表示的内容。 很多读者在读完论文的摘要, 准备读证文之前都会先浏览论文的图表, 以提高阅读效率。 好的图表能够体现论文结果的核心亮点, 能够让读者只看图表, 就能够大体了解论文的主要贡献。 最后再补充两个在数据的展示中, 常常被人们忽视的点, 一个是用彩图时, 一个是用彩图时要注意黑白印刷的效果, 另一个是数据要尽量保持一致的单位和合理的有效数据。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下一讲再见。 方老师说财用表, 那我看读错了, sorry, 方老师上来了, 好的,那我将来给你, 请你接卖, 我分享, 需要我帮忙分享吗? 方老师, 还是你来分享? 可能你有妙方要向大家分享是吧? 好的,那我来分享吧, 好的。 好,那我退休, 请你接卖。 好。 OK,好, 非常常可以, 因为我的电脑当时我进来的时候, 我入上不了, 上不了时候, 后来我之后又重启, 然后就导致耽误了时间, 非常地惭愧。 感恩清真师兄, 感恩珍贵和范师傅。 好, 这篇, 很惭愧。 好, 那这一篇, 那文是这样子的, 第22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刚刚范师傅夺库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要讨论的, 我想咖啡多老师啊, 或者范师傅, 或者其他的师傅同学,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要说的, 如果要讨论的话就, 请您拿麦,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想, 这篇我想再给他读一遍, 或者说你们其他的想再读一遍, 我觉得也可以, 有没有, 我看一下, 好, 好的, 那谢谢益生老师, 那我就现在再给他读一遍, 如何写论文, 五分钟系列讲座22, 如何高效地用图表来表示数据, 大家好, 欢迎来到Doc.Niu的五分钟系列讲座,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在论文的结果部分, 如何高效地用图表来展示数据, 这里高效的意思, 就是图表的设计要让读者能够尽快地抓到重点, 以前我们说过, 论文中结果部分的写法, 是一个说明文的写法, 对于说明文来说, 清晰是第一原则, 清晰的目的, 是为了让读者能够审时, 审历地抓到重点, 为了做好清晰, 在结果部分展示数据, 一要有合理的顺序, 二要主次分明, 三要详略得当, 结果的顺序可以分为大顺序和小顺序, 我说的大顺序是指大的标题, 或者弹落之间的顺序, 结果的大顺序, 大顺序一般应该对应于实验目标, 或实验方法的顺序, 足以叙述相应产出的结果, 在这里使用读者已经熟悉的结构顺序, 会让你的论文更具有可读性, 这是大顺序, 而在同一个实验目标下, 有同一个方法所得出的结果中的小顺序, 也就是在每一个大标题下, 或者段落的内部顺序, 也应该遵循先走后分, 先走后次的顺序, 也就是先大局后细节, 从最重要的结果到最不重要的结果, 叙述顺序, 要做到主次分明, 想虐得当, 有一个窍门, 就是我们一定要能够区分核心数据和辅助设计, 所谓核心数据, 就是那些对支持我们在论文中的结论中的论点, 有关键作用的数据, 是那些值得写在论文的结论或摘要中的数据, 其他的数据属于辅助数据, 辅助数据一般起衬托核心数据, 或者解释核心数据的来历作用, 核心数据要少而尽, 最好的情况是我们每一条能够支持, 论点的关键结果都能够被高度概括, 临界到一到两个核心数据上, 比如我们的论点之一是比较两个变量, 那么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差值百分比, 可能就是一个核心数据, 如果我们的论点之一是研究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那么可觉系数可能就是一个核心数据, 如果我们要研究的是一个变量, 对另外一个变量的影响, 那么选择性可能就是一个核心数, 在数据的展示中, 我们要力求做到第一, 要有能够高度概括论点的核心数据, 并且在图表的设计中, 图出核心数据。 第二, 要保证每一个核心数据都是可追溯的, 让读者能够知道你的核心数据是如何得到的, 这也是图表中辅助数据的主要作用之一, 在辅助数据比较少的时候, 如果用三五句话就能够说清楚核心数据, 这时只用文字就可以, 不需要用图表。 在辅助数据比较多的时候, 就需要用图表来展示数据, 一般应该优先考虑用图, 因为图是数据的视觉化呈现, 图的表现力一般比表要强, 精良的图形设计会让你的论文增涩很多。 一般我们只有在辅助数据的数值很重要时, 尤其是在辅助数据的数值对于解释核心数据的来历很重要时, 在辅助数据的图表设计的原则是一定要突出核心数据的特征, 适当地选用辅助数据来衬托核心数据, 同时尽量减少无关的数据, 以避免无关数据造成干扰, 尤其要避免核心数据被大量不必要的数据所淹没。 先说图,图的形式的选择一般取决于核心数据的类型和特征, 常见的数据类型有三种比较趋势和构成, 一般来说比较不同项时。 不同这个项是不是有点问题? 是不是应该是项目的项目感觉的? OK,看一下。 一般来说比较不同项时, 多用条形图或柱形图, 强调趋势时多用现状图, 展现各部分的构成比例时都用比状图。 此外,在展现双变量或多变量的复杂观, 关系时,还可以用点图, 比如说为了突出关键数据, 可以在图中代标记点, 标出关键数据的数值。 再说标,标是天然的二维结构,通常包括至少两种变量, 往往会有字变量和音变量的区分。 一般我们把字变量放在行标题里, 把音变量放在列标题里。 有多个字变量时, 可能需要设计复杂的表格, 但是,如果你不是设计复杂表格的专家, 用多个简单的表格来代替一个复杂的表格, 也许是更好的选择。 如果多个表格说明的都是同一现象, 这容易造成表格的重复和冗余, 这时可以只选用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表格。 此外,如果你将同一变量放进多个表格中, 它们在每个表格中的位置最好保持一致, 都在行标题或者都在列标题里, 这样可以增加表格的可读性。 论文中的图表, 一方面应该尽量的精确、 精粹、纯洁, 所包括的数据做到简洁明快, 另一方面所包括的所有数据, 都应该有独立完整的注视, 让图表具有自明性, 也就是让读者无需参照正文, 也能够迅速地理解图表所表达的内容。 很多读者在读完论文的摘要, 准备读正文之前, 都会先浏览论文的图表, 以提高阅读效率。 好的图表能够体现论文结果的核心亮点, 能够让读者只看图表, 就能够大体了解论文的主要贡献。 最后再补充两个在数据的展示中, 常常被人们忽视的点, 一个是用彩图时, 要注意黑白印刷的效果, 另一个是数据要尽量保持一致的单位, 和合理的有效数字。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下一讲再见。 好,有请所长。 谢谢,谢谢范老师, 谢谢范师傅带领我们学习, 又复习了一遍。 我呢,是讲点事务性的事情, 不是跟这个今天的学习, 因为我首先觉得我自己很惭愧, 没有为大家服务好, 就是现在这个开课室这个问题啊, 其实最先前面几个月, 本来一开始都是我在开, 后来由于我的一些变化, 其实情况变化经常中午都不在, 那所以呢就有了这一些种种的变化, 总之就是说现在其实这个时间点啊, 如果固定在任何给任何一个法师, 或者哪一位来开呢, 都会遇到一些意外的情况, 那所以呢, 我想今后呢, 你看就是跟大家商量一下, 我想就这样, 今后呢就是主要还是由我来开, 那么还是在这边来, 如果说大家就是, 我不一定说, 就是只要任何一位, 现在任何一位法师, 包括我们的老师们, 助理组的, 包括我们助理组的几位老师, 也都麻烦你们, 我们所有的人都一起来关注一下, 如果说到了12点15分, 我都还没有贴出来, 还没有这个其他信息的话, 那么就谁看到了, 谁方便, 就请大家来帮忙一下, 贴个这个连接, 如果说知道这个内容, 讲座内容, 或者是知道方便, 开课表的, 就把课表那个部分, 接出来就像平时, 郑师傅贴的这些内容, 以及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 在论文群里面, 一般也可以查到前一天的内容, 所以我想呢, 就是这个事, 首先是我对不起大家, 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些麻烦, 中间前面几个月, 由于我自己的环境的变化, 那么这个也变来变去, 现在其实也试过好多, 我也已经观察到了, 不管是哪一位固定给哪一位法师也好, 还是助理组的老师也好, 其实都会有问题, 那么我自己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 就是我们这个大家携手, 共同来维护我们这个小天地, 那平时呢, 我就尽量我来开, 如果说哪天我也有可能, 各种各样的舒服啊, 事情啊不行的时候, 就请谁看到了, 就是谁来帮忙开, 好吗? 我就先说一点这个事务性的事情, 希望呢, 就是说大家能够把它能够维持好, 每天我们尽量就是能够, 按时的进行, 因为现在呢, 也不要视频文档的话, 那么大家查一下都知道, 也比较容易找到, 总之就是我们这个很宝贵的一个时间, 那么我们尽量的多讯息一些, 好的, 我就放麦, 再把麦交给主持人。 好的, 那该说到, 非常惭愧, 我中午的这个出现了这种, 意外的这种事情, 好, 那我知道了, 以后的话就是, 就是像所长所说的, 万一就是出现了这种情况, 我万一再能看到的话, 那我也就贴出来,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论文课, 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恩大家的参与, 感恩所长的引领, 我们明天中午再见, 那我就放麦了, 好, 感谢观看